字幕提供 這個動房今天是賤到無論 一開始的時候可能會講多些不同的議題 沒有什麼整體 今天動房說什麼呢? 全民快測大龍鳳無助抽契中 市民不熱衝林鄭靠客隱形個案三萬宗 靠客? 其實真的不是靠客的 我在告訴大家 MHANGEL在我們群組裡面 群組只有23個人 23個人就有一個人中了這個新冠 23個人的群組裡面 一個人中了 那23個人除了我在海外之外 還有一個在內地有一個哥哥 我現在先計算一下 抽了那兩個 然後還有台外在內 即是有20個人 20個就有一個 大致大概是這樣 20個就有一個 不知道自己染了疫的人 20個有一個 20個有一個 你香港750萬人 林鄭說出來的數字哪有騙人 你想想是不是 按一下電子算盤 其實我也確認一下 按一下電子算盤 確認一下 香港750萬人 是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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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3萬7500 林鄭說 隱形個案3萬宗有幾奇啊 有幾奇 你還說大龍鳳 無在抽契中 你爬招吧 就這樣計算你也知道什麼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記者 其實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 有些人不肯做 其實他就說 一些網民說不肯做 是的 都是有些網民不肯做 但是有人肯做 是不是 還有現在說出來的 現在歐家榮醫生都說了 是不是 越多市民參與越好 是不是 還有 20個人有一個 中的話 其實都不奇怪 我自己認為 他就訪問了一個叫王小姐 他就說 除非 警察 上門要求我做測試 否則我都不會做 如果這樣的話 如果這樣有維鋒強檢 他也不會幫 政府手續 他不會應門的 一定三萬門 因為維鋒強檢 也不是找警察去敲門的 哈哈哈哈 即是 那個王小姐 看起來都挺Sharp的 但是 他就說 除非有警察上門要求我做測試 否則我都不會做 戒時我才會做 覺得這個 安排很差 說真的 很老實說 你找一個 最不合作的人在這裡說 又說他代表了 香港所有市民嗎 對不對 我知道合作的人都不是多 老實說 我也要說老實說 上次的 自願檢測 全民自願檢測 參與的人 其實不夠香港人的三分一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其實 他們說要全民強檢的人 其實 也是會玩玩的 根本就不理那個 那個 困難 他們一定是這樣說的 有決心一定行 我又是這個理由 真可憐 英雄樹下小仙家說 動網好像林太太殺了全家一樣 林太太剛剛宣布不連任 他出題 特首任內 倒行逆施 東方 在這裡亂搞 我相信 去到李家超 他們都不會改變他現在這個作風 所以 還是有段時間犯 你處理不了 最慘就是 你沒有辦法搞的 他是這麼瘋就這麼瘋 他又不會過 他就知道 那條街在哪裡 有一條叫You Only的契弟 進來 有一條叫You Only的契弟 什麼 Only You 收爹吧 狗蛋社長 他這樣說 我專門讀給留言 要預警一下 不過算了 很無聊 你這個Only You 你真是狗蛋到不得了 我給你說的 雖然 YouTube是會 搞到你看不到那個留言 他走了 就這樣留下來 收爹吧 狗蛋社長就走了 我是不收爹 然後還說 You Only還有 收爹吧 AV狗蛋社長 收爹吧 You Only 我有說看AV嗎 你老美 看什麼AV 亂叉吹 狗屎垃圾 You Only 龍眼妹就是台有八聲 有點鼻孟 沒有辦法 台陽很辛苦工作 大哥 沒有沒有 我昨天有點不舒服 夜晚還要做IT的測試 多辛苦 汪祖祖說 昨晚七十七台訪問了三十一個人 其中二十人做檢測 現在是三分之一的人 不會做 如果用汪祖做的數字 在這裡說 對嗎 對 馬王又相信 今天很多人捧比卡超 將來就會跟一群人追咬他 會這樣 會這樣 你看看那些 鄧忽德的就知道 鄧忽德 鄧忽德 是的 那些豬肚就是K 他們那些人 從來都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Connie Chan 成六大哥說 港人要管 事實 是的 是要管的 不管怎麼可以 青山逃犯麻醉圓說 講完即走 懦夫所為 這些是懦夫來的 Kip Jane Chan 一起床就立刻做 那將檢疫報告傳給朋友 大家一起進公民站 是大家應該做的 其實 有時候自己舊了你都不知道 事實上是 我們講過很多次的 你 好了 你自己 不去做檢測 你是無症狀感染者 你怎麼知道自己感染了 對不對 對 你快速測試 好處就是 你在家裏做完15分鐘 有結果 對不對 你有15分鐘的時間 都不用看著它 15分鐘慢慢變色 你可以做完之後 滴了兩滴的測試液 然後就去做自己的事 15分鐘才回去看看 測試液的東西 不浪費時間 兩條線的話 就上報 就上報 不是怎樣 上報就可以了 MHANGEL也是這樣 好了 WINNY YY 剛剛做完第二天檢測 做完就好 做完就好 非常好 如果是陽性 就上報 就像MHANGEL一樣 他都以為自己沒事 他最初不知道 他最初以為自己不會中 為什麼不會中 他十天之前出了一天街 他其他時間沒有出街 他說他之前是有點不舒服 後來都好 然後他才做快叉 原來還有 他流鼻水 對 他流鼻水 昨天我在正向下午茶都說了 其實就是 台仰如果可以 你分享一下他那張圖片 我放了在分享系統 你可以看看 你看看 MHANGEL 他沒有辦法 他最初打算不中 結果都中了 如果他不做這個快召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完全不知道 幸好就做了 做了他就會自我隔離 自我隔離的話 傳播又減少了 現在那個問題是 你不知道自己中了招的人 不知道自己中了招的人 照出街 那就太多了 他第一次做快召 就是這個星期 應該是星期一 不是星期一 不是星期一 是上個星期 是昨天 不是星期一 是昨天 因為他是這樣的 4月1日那天 好像有點不舒服 有點病症 但是之前 其實他是3月尾才出了一天街 如果根據他給我們的資料就是 30日 30日那天他出過街 他出了一天 一天而已 所有時間都保持社交距離 除了坐公共交通 其實那些事就應該在公共交通上面 我們都說過 公共交通其實都是一定要 應該有這個 很風險的地方 安心出行的 很風險的地方 你現在這個YouOnly 你說的那些 就太賤格了 所以你這麼賤格 我們就不會讓你說的了 那 即是你太賤格了 寫過了 太賤格了 你寫得了 那 那 不好意思 寫過也不讓你寫 因為太浪費時間了 有這些狗蛋在那裡 立刻禁言 你一段時間 好了 那 CPYEB 他就說 CPYYYip Chang 我同事覺得前面四波疫情清零 是我們市民做得好 不關政府政策的事 今次疫情搞成這樣 全部都是政府責任 我聽到真的很生氣 又說政府招力直改 其實我同事的想法 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連我媽媽都這樣想 所以林鄭做到沒有心機 我也理解 那些狗蛋香港人做這麼多事 都是不對的 哪有心機做 退休 幸福好過 我也希望他退休 生活愉快 其實就是這樣說 有什麼可能 你自己 清零 其實你自己做過什麼 你只是戴口罩 這樣戴口罩會清零嗎 戴口罩清零 就這樣戴口罩 還有就這樣保持社交距離 會清零嗎 都不一定有保持 我聽到這些很生氣的 政府在第四波的時候 做很多污水檢測 每天做的 每天做的 維封強檢 全港這麼多大廈 做多少 還有一二三波是有隔離的 有做 有強檢令 你說什麼 你們這些人是不是亂來 公佈一點 政府是有政策 譬如不准人堂食等 保持社交距離 限制食肆 不能錯太多人 這些政策 很多人是吵的 是呀 Galville News說 因為要回醫院洗血 三月頭 尿鼻才知道自己是無症狀感染者 有時候會是這樣 如果你要回去洗血 Galville News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試過一個情況 就好像Wesda所說 要延遲幾個禮拜才可以洗血呢 我想問一下 Galville News說 鄧忽德覺得特首要跟她的意思這樣做 不是她的意思 不跟她的意思做 就馬上不支持林太 然後又說林太不是跟中央意思做 昨晚才跟她非死不可 咬完一輪 她自己代表中央嗎 鄧忽德 沙昂 中央說了很多事情 她不聽而已 其實中央說了很多事情 現在在香港搞亂當的人沒有聽 你看看她們說什麼 她們說的東西跟中央相反 接著她說不是 我才知道中央想什麼 中央說的東西是門面說話 你不要聽 你聽我說 只是這種宣傳手法 已經很危險了 對不對 很適合 好了 Toracev說 訪問了30個市民 21人打算響應政府檢測 其中6人不打算在驗出陽性時情報 50歲的黃女士說要響應政府 已經完成首日快檢 但萬一檢出陽性就不打算情報 家裡有自養寵物的她太麻煩了 病很普通 以前說會病到入心入肺 如果要進隔離設施很慘 其實現在不需要入住隔離設施 你上部是可以居家隔離的 如果你那個居住環境是OK的話 你不需要離開 真的 所以不要認為麻煩 就不做 不做 繼續做 Andy Zhang 我身邊也有很多人說林太不好 他們成了一輩子 我都說了Andy Zhang 其實去年他們已經搞得很厲害 他們用了很多錢去做 其實他們不是這麼簡單 有人做輿論導向 有人做PR的人 你自己留意一下就會知道 其實特區政府很慘 就是特區政府沒有辦法做輿論導向 Garville Liu說 他隔一天才做洗血 你隔一天 有沒有試過洗血服務先停了 我想問一下 Garville Liu 我想問一下這個情況 因為Wesher說 有些人 洗血幾個禮拜才可以洗 要停了洗血幾個禮拜才可以洗 我想問清楚 因為我們有網友在 我們沒有妹妹的 所以我一定要問清楚Garville Liu 究竟如果你是隔天回去洗血 其實我知道有很多洗血的人 都是隔天要回去的 那Wesher就在他那篇文章 他就說 因為特區政府無能 令到很多要洗血的人 要隔幾個禮拜才可以洗血 究竟是不是真的 我自己的常識告訴我 不是真的 我就想看看 一個香港要洗血的病人 究竟要不要這樣做 Toracef就說 居家隔離是很X字絲的行為 以前沒有位置就可以居家 現在設施充足 為什麼不去隔離 我相信政府會取消居家隔離 問題是這樣的 Toracef 你也要明白 如果你是真的可以完全出街 留在家裡的話 你的環境又OK 其實風險是相對低的 事實上 但是當然你的居住環境是不好的 當然去隔離設施好很多 現實就是這樣 強姓又問 上海新建的隔離醫院 五萬張床位是不是世界最大 當然 有些人會說 為什麼香港建不了 香港建得到也沒有用 沒有那麼多醫護人員 就算內地的醫護人員來幫忙 其實也不夠 Cindy Law就說 如果只需要市民戴口罩 就是四波疫情清零的原因 第五波爆發 是不是因為市民沒有戴口罩 這是事實嗎 那麼邏輯是否正確呢 他們那些人當然不說邏輯 他們那些人 那些人 收捐量就說 幾個星期不血液透色 死了 對 那麼 那些感覺就說 一星期回醫院洗血兩次 由星期一四改為二五 那就不會沒有幾個星期才去洗一次那些人 是不是 那麼邏輯就說 香港怎麼可能居家隔離 新冠病毒一段時間 都惹到全層 說一件事給大家聽 如果棟樓的渠沒有亂改的話 譬如 我知道Mohan Angel住哪裡 他住一些新的房子 如果他那個情況 好一點的 其實新房子的話 根本不會有問題 其實 我也要說 他住一些新的房子 他就住大屋苑 對不對 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會上下傳播呢 其實沙士之後那些設計都改了 很多都 所以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還有他一個人住的 一個人住 怎麼會惹到四處都是 對不對 你也要想清楚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你說現在隔離設施很舊 但是你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很舊 如果有三萬幾個人 抽了出來 好像林太所說 三萬幾個人抽了出來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位 我很想問一下這個問題 那是不是有三萬個人 你都擠得到呢 我就不 好了 清新空氣就說 我叔叔一星期洗三次血 絕對不可能停那麼久才洗 現在疫情嚴重 天天都去醫院 一天做實酸測試 一天洗血 只得星期日休息 ChaoChao就說 我3月12號 驗到陽性居家隔離 先生密切接觸者 他都沒有感染到 Yang Chen就說 我也是住在新樓 也是一個人住 大廈第五波 我這麼久都沒有遺風 新的樓是安全很多的 其實就 咪咪Lady就說 每天都有去威爾斯醫院洗肚 所以有些人是造謠 很明顯是造謠 我們就接受不了 我來 我來 我來